内阁改组终于拍板 只是改来改去 换来换去 好像怎么都是这些老面孔大风吹 国安外交系统真的只有这些人吗 蔡英文手上真的没人了吗 那么除了人事安排看不懂 施政逻辑我们也不懂 环保署扩大限制塑胶带之后 在明年开始 也要禁用塑胶吸管 这力量善但做法可异 那么是做环保还是在惹麻烦 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环境问题吗 我们稍后讨论 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来宾 首先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请问好大家好 还有前总部发言人罗志强 大家好 前民党立委沈富雄 大家好 国民党发言人钟佩军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罗友志 请问好大家好 内阁改组点降路 从国安外交到陆委会 是挖东墙补西墙 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从我们制作这张图表 就一目了然了吧 你会发现很多的面孔 都是老面孔 那么很多的名字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包括了国安会的之前 在2016年时任的秘书长是吴钊燮 好那么2017之后是颜德发 那么现在是确定 由李大为外交部长 李大为来接任 好那么国防部长冯世宽 也居然被换下台了 是由前国安会秘书长颜德发 来接掌这个位置 所以看到颜德发就出现了两次 好至于这个外交部长李大为 因为他去接掌国安会了嘛 好所以现在是由之前国安会的 秘书长吴钊燮前驻媒代表 来接任这个位置 那么当然也有报派传出 这个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也可能有异动 那么他要动到哪里去呢 是在重回外交体系吗 目前来看呢 可能还是个未知数 只是在这边要呈现的就是 你会发现呢 就是这些名字吴钊燮 吴钊燮 颜德发 颜德发 好就是换来换去呢 好像都是这些人 位置在轮流做 这凸显什么呢 凸显 蔡英文他手上真的没有牌可以打了吗 其实刚刚看到 秘书你所代理大家 整理了一下 梳理了一下这些人事名单 其实感觉好像就是 从这个老面孔 旧瓶换这个装新酒一样 然后其实看来看去都是这几个人 那有人说是不是蔡英文 没有牌可以打 甚至也有媒体形容说 这是蔡英文的这个 个人的意志跟赖清德个人的性格 共商下的结论的一个做成人事改组的一个安排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与其不如说是 蔡英文他可能借由这样的一个 他上任以来总整理了一个国内外局势的一个盘整 那尤其是国安机制的一个新的盘点 但是我对这些里面的这个人事 包括你看到国防外交还有国安会 我比他觉得跟以前做法不太相同的是 比如说颜德发 国安会秘书长他把他拉去接这个大鹏 国防部的这个部长 这不是降转吗 你可以说是降转 也可以说是他把这个跟他配合很熟 闲熟的这一段时间 你看从颜德发 他是曾经有担任参谋总长的一个资历 过去也是救灾了这个八八将军 我对我个人对他评价其实是不错的 他这个人是性格很沉稳 在以前嘛政府任内 甚至更早以前他入军的以前 我多次采访他 他的整个自军又是严谨 所以从国安会秘书长到这个国防部部长 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铺陈安排 以前我们看到军方人士的历练的完整 都是从国防部部长上来 然后到国安会秘书长 那国安秘书长的层级其实 像志强兄以前在这个总统府就知道 通常他已经超越部长级了 可以说是这个像总统府秘书长级 大家都把总统府秘书长级当成什么 像院长级的安排 所以以前曾经看过 总统府秘书长去接行政院长 国安卫秘书长甚至也可以去接那种类似院长级的那种人士 你从他们的待遇知己就看得出来了 那由他去接这个国防部的这个部长 我觉得当然是严德发誓对他来说是委屈 他连参谋总长都干过了 然后再加上接了就是这个大鹏 他过去累积了这么多的这个烂摊子 虽然大家都说他会被动被动 一直闻风不动 突然这一次大家没有想到这个军事宽被动的时候 就平地一身雷似的 他就接了这个军事宽的位置 就看得出蔡英文 他把整个国安机制包括外交 而且还曾经像爆派有传闻说 曾经先问过张晓月 张晓月又没有意愿 那可是现在外交面临困境 不只是我们跟这个范地冈的这个关系 还有很多的做一个这个整理 那是不是又把这个吴钊燮拉出来这个救火 然后从吴钊燮 严德发 李大会 这个国安会人士安排 这个就是蔡英文个人 他把他整个意志 从国安外交还有国防的体系 做一个整个大清盘 但是我觉得换了谁 如果今天两岸关系 和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 他的本身的这个没有改权跟章 蔡英文的做法 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眼镜的话 我就换谁都没用 我们在这边说 都是一些老人在大扳风 换来换去就是这些人 但事实上关于这一次的 内阁该组的名单 这几天发现呢 各大报的版本期都不一样 所以行政院办案人徐国勇就说 大家猜来猜去可以猜这么多 他觉得显然我们蔡政府 真的是人才济济 这是他的角度 志强 我先刚刚呼应一下那个竞平 因为以前我在总统府 其实就是主折人事发布这一块 所以常常跟那个竞平 或其他记者朋友 我们经常都要为人事 那为什么要挑战农历过年 其实是很有原因的 因为农历过年 大家都是欢欢喜喜 要知道人事的消息一走漏 那个当事人会被万箭穿星 那在过年的欢乐气氛之下 所以可以在那边 就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征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最充裕的一段时间征询之后 而蔡英文仍然打的牌 仍然是她原来的牌 你就知道 她就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她的信任圈 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也就是说 她根本就是只相信这些人 其他的部分她不相信 另外就是什么 她其实在对外找人的过程 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别人不愿意为她 找不到人 对 找不到人 不愿意为她所用 找不到人其实坦白讲 不是蔡英文的政府时候 会出现的问题 马政府也是 那时候看到 我们马总统去拜托人家 来当各部会首长 那是真的是死尽的浑身解数 可是现在当官坦白讲 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拜托请托过程 是有一些困难 但我们来看这个人事的布局里面 其实你就发现一个 最基本的几个道理 就是你发现第一个 转来转去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不重要 然后找不到人这个事情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为什么这两件事 变得没那么重要 是因为不管你找谁 其实都没有用 因为基本上你要知道 整个蔡英文 尤其是在这个 所谓的两岸外交这一块 你真的细看人事里面 其实只有冯士宽 是里面最扣分的一个人 冯士宽是一百分部长 我们常被他骂说 他是蔡英文的猪队友 每次讲话就帮蔡英文 撕血撕血 所以换冯士宽 代表蔡英文脑袋已经开了窍 可是就算换到严德发 严德发其实我也是很 就是基本上给他是正面评价的一个首长 但即便换到严德发 或者是你看原来外交部的李大为跟张晓月 大家回头去想 这两个人其实也没犯什么大错 对 可是也干不出大事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你的两岸政策 就是使得台湾两岸不可能好嘛 你的两岸政策造成台湾的外交困境 会越来越严重嘛 所以这跟你用了哪一个部长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本身在掏空台湾对于两岸 跟外交政策地基的时候 就算张晓月严德发 李大为是国之栋梁 地基没了照样垮嘛 所以这是蔡英文 从今天人事布局当中 花了整个过年 到最后是小圈圈扳风 这小圈扳风你也可以预计到 接下来未来的结局 不会有任何改变 可是我们看到你刚刚也提到了 蔡英文呢 他有的改变就是他换掉了 国防部长冯世宽 那么虽然说这一路走来争议连连 可是在过去他每次 平民被点名要下台下台 但没有啊 我们看到都依旧稳如泰山 这一次怎么居然在最后一刻 大同部长还没办法展翅高飞了 沈老大 我想关于这个冯世宽部长要下来 恐怕蔡英文总统心里头 老早又是个打算 这是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时机 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老面孔 大家大风吹去做了新的位置 我当然这个是事实啦 但是总体来讲 我还是要给他加分 这个总体来讲是有加分 这个道理我最后才来讲 那就如同志强讲的 我们的制度走到今天 就不像英国那种经典的内阁制 就反正资深的我们的国会议员 大家来出任部会首长 反正大家都心里有数 美国式的总统制度他找人 其实风声老早就漏了 但是最后舆论的评价 还有国会通过 这段过程中 不会像我们台湾这样风风雨雨 我们的制度走到今天 其实改组也好 或者新阻隔也好 其实过程中都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现在 这个行政院长也好 总统也好 你想要找的人 那些人恐怕不干 而且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想要干吗 多的是啊 我知道有个位置空出来 那自我推荐或别人推荐的 听说都是上百封 你知道吗 但这些人上面不要 所以这个就麻烦在这里 那到了今天 我们看到改组应该分成两个系统 一个是赖院长的行政院系统 还有一个是蔡总统的国安系统 那今天看起来 这个赖清德的系统 除了这个劳动部长 因为健康问题要换以外 其实都不太动 那为什么现在不动 我觉得这个原因啊 恐怕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 我想里头有蛮多玄机 可以有蛮多可以意测的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就其中 讲蔡英文的部分 那蔡英文的部分 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这个但是呢 如果赖清德要找人 能够容易找的 大概一 第一不外是台南市政府的系统 他熟悉的 还有第二个 就是他所属的派系 新潮流系统 那新潮流系统 他有一定的机制 可以传达这个院长的意愿 台南市政府的系统 那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他如果在这两个系统里头 有他中意的人 或者新潮流 要刻意要栽培某些人的话 我想一通 或者两通 顶多三通电话 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 偏移形式的地方 同样的道理你国安系统 在蔡英文总统之下 这些人都是老面孔 都很熟悉 而且国防 国安 两岸 好像事情的重叠度 也蛮高的 除了说外交 比较稍微不一样以外 所以换来换去 大家都还蛮熟练的 那蔡英文如果说 要不能调一下 也是一通电话 就可以敲听 所以这个是相对 在运作上 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这也凸显接下来蔡英文的国防政策会有所调整改变吗 我觉得这个政策大体上的变动性我觉得不高啦 但是我说加分的原因是因为你冯思寬换了颜德发 我想我是第三个发言 大家都认为颜德发会比冯思寬好 第三票了 那这个就加分喔 那外交如果是李大为换成吴钊燮的话 我认为外交的加分不容易啦 你大概是准备上去减分的 但是同样断交啊 或是不如意的外交事故发生的时候啊 你有李大为的口中讲出说 好 我们完了 我们失败了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来自吴钊燮的口中 比起要来自李大为的口中啊 因为颜色的差别嘛 这个绿营的人听得比较顺的 因为你这个老男男啊 就是你不管怎么做 反正你就有错 所以这个起码也加分了 那张晓越我觉得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摆错的棋子 张晓越在外交领域里头是很自身的哦 他什么都做过了 但是呢你把他摆在两岸 我觉得他奇怪 我觉得他比深绿的还绿耶 而且他好像背稿子一样 每次都把蔡英文的政策讲得非常硬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提早离开陆委会 我也赞成他回到外交系统 如果他还不想退休的话 但是恐怕他资力虽然深啊 但是恐怕分量没有重到 现在就去当部长 那你现在要外派 他连那种小岛的大使都当过了 所以以他现在的身份年纪 恐怕在外派的话 他恐怕他也不干 所以我觉得张晓越的去路 恐怕比较麻烦 那现在说陈菊要上来 当中东民主党 我觉得这个更加分 我一直觉得陈菊啊 他一直在讲说 这个是我最后一个位置了 我要退休了 我要高雄养老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民进党 在这种缺人的情况之下 是一个浪费 我觉得陈菊原来党内的人 并不觉得他那么能干哦 但是高雄市长一当啊 哇呼呼声风 因为他在高雄啊 处理媒体啊 处理各方角头的这个 各方势力的这种关系 处理得好 所以他现在越来越醒了 他分量够了 走路也有风啊 所以呢我觉得陈菊 上来当行政院长可以 我觉得他当行政院长 压得住政家比林圈好嘛 那他做行政 那个总统府秘书长更可以 那他比起以前的陈毕照啊 比起吴钊燮啊 我觉得蔡英文一向上任到现在 最大的错误 就是重要的位置 没有摆有分量的民进党人 所以这一次他也拍窍了 他摆对了人 我觉得这个陈菊 摆在总统府秘书长 让这个蔡英文的 这个发号施令啊 更加畅通 起码陈菊 他的辈分 大家不得不听话 还有他的新潮流系统 最大的系统 就不得不听他的话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用 而且呢 进口公退个手啊 有必要的时候 陈菊可以由秘书长的身份下去 当行政院长 然后他当行政院长 就把赖清德释出 那赖清德就可以 要么去选新北市 要么来 甚至下来选台北市 我一向郑重推荐 赖清德下来选台北市长 你知道吗 你应该有这个担当 如果大家 你的上面的领导人 看懂了 看通了 你其实应该要请英 下来选台北市长 这个时候党需要你嘛 那如果陈菊下来 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下来选台北市长 我觉得这个大家 眼界一心啊 这个是了不起的 一个安排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重要的位置 现在搞到重要的民进党人 去做那个位置 这个包括行政院长 你看以前的行政院长林全 林全不是民进党人嘛 所以有一点格格不入 好像不是自己的 你看那个第一任的 总统府秘书长陈毕照嘛 也不是民进党人 那很奇怪 所以有人甚至说 蔡英文恐怕 也不是民进党的总统 有人讲的很难听 说明 恐怕蔡英文是国民党派来卧底的 那当然 那当然是开玩笑的话 但是第一次把行政院院长 把总统府的秘书长 都摆给自己有分量的人 而且是同一个派系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加分的 这一波的内阁改组 说到这里 我们看到陈大老一直加分 加分加了好几分 那佩军你怎么看呢 因为已经很低点了 只有加分没有扣分的空间 所以这个人事布局 那这样看 对蔡英文来讲 他真的是有招还是没招啊 我认为如果政府的政策方向 是错的话 再怎么调整 也到不了正确的目的地了 刚刚大家讲了很多 你看过去这个李大为 跟张晓月被讲说是大小苦情花 那现在这个李大为 已经换了个位子了 可是这个晓月呢 还乘着一小船 飘荡在这个两岸 这个冰冷的海当中 刚刚大老也说 张晓月很多人都觉得 他是放错了位子了 在这个错误的两岸 跟外交认知的框架之下 这些人是很难去施展拳脚的 你说一个运动队伍好了 总教练不换 你再怎么样去调整 这个选手的阵容 其实很难打出新的战术 跟新的成绩 很难会有新的怎么样 耳目一新的表现 那回过头来 刚刚讲这个外交关系好了 之前大家最傻意的 就是范蒂刚事件出来的时候 那大家都知道嘛 建交就是国与国的关系 你不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就是跟中华民国建交 可是偏偏我们的政府就说 没关系你们可以建交 那我们可不可以 还是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 这样子的态度 就会让我们觉得说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如果政府的方向政策是错的 我们根本到不了正确的目的地 那回过头来讲 这一次的改组 我倒要想想看 这个赖清德院长 他自己的个人自有意志 不晓得在这个改组里面 呈现了多少 有没有他施展的空间 我们举个例来说就好了 赖清德过去很自豪 这个台南县市整病 土地县市和整病的问题 那近来他也要推 这个行政区重化 可是有趣的是 我们那位号称超级政委 就是专场是国土规划的 张景森政委 他在这一阵子当中 他有出什么点子吗 他有帮什么忙吗 他有什么声音吗 还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就是各搞各的 这好像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 那我倒是要问问 虽然我们是双手掌制 那请问这双手掌制 是各干各的 还是一个主人 一个傀儡 就是双手掌制 蔡英文跟赖清德 之间微妙的关系 我觉得蛮值得观察 林特佩君提到 就是说你换人有没有用呢 那你这政策 如果还是错误政策 一直往下推 那不这也是白搭吗 而且现在知道 这个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确定去职 谁接他的位置 前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 好那我要说的是 尤其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讲 两岸僵局 换人就可以打开吗 有志 我觉得大家都是政治出身的 那我以人民的角度来看 换这样的内阁 我想如果我以老百姓来看 对这样的内阁我完全无感 对我老百姓没有帮助 如果是以前那个时代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地利于我何有灾 那就是太平盛世 但是我这个感觉 不是地利于我何有灾 这些人能对我做什么 没有东西 在我看来 这个就是个选举内阁 如果刚刚他们用打篮球来分的话 我觉得上半场打到快结束了 快要中场结束 那一定要先赶快得点分嘛 上半场不要输太多 否则下半场怎么追 所以现在开始要换一堆助攻团队上来嘛 我看这个就是找死 那如果对民众来讲 你今天换内阁 主要是要让你选举顺利 那关我什么事啊 我生活不会变好嘛 所以我不会快乐 那如果按照这个里面的逻辑来看 那是你们里面在斗来斗去 光看一个外交部就好 所以人民是不会 也不用有期待的 你只是为了让我投给你嘛 你这个动作不就是为了让我投给你嘛 你这个动作不是说让我的口袋更有钱 对不对 也不是因为一粒一休改完之后 让我餐厅开得更顺利 或是什么 没有这种东西 里面看不到这种东西 第一个 第二个我看到就是你们里面 就是在利益交换嘛 对老百姓来讲 对我来讲 为什么 我们在看新闻 你看光看外交部 李大回换吴钊燮 你还记得吧 如果我记得没错 第一个说要被换的就是李大回 好像两年前吧 我记得没错 抢他的就是吴钊燮 没错吧 好像那时候好像他的一些接工是不是 无理赔嘛 还说这个李大回不适任啦 因为老男男嘛 他在看了就不爽 他说我最适合的是谁 就是我们这个孙子 现在就刚刚好在换了 我刚好换了嘛 那就是顺了你们的意 你们民进党内部还在搞这种 我让谁上来 你要帮我做选举 我逻辑没错吧 对我老百姓我有关系吗 没有 你们不会换了谁之后 我日记贵好 有没有错 这个逻辑没错嘛 第三个我要讲的是 如果对赖清德来讲 刚刚佩军讲的我不同意 对赖清德来讲 反而我觉得他到现在上来到目前 他还没有用到真的自己人 包括这次第一波 你看换的是军事外交两岸跟国防 全部都是总统职权 总统职权是关系蔡英文 这跟我有关的 是我蔡英文的意志 我必须要换无理赔的人 我必须要换独派大老人 我为的是选举 没有错了啦 不用讲了 可是对赖清德来讲 我要让人民过好日子嘛 他今天是行政院长 他还没有动到手 他如果真的出手的时候 他表示现在展出什么 你用什么人我都可以做 我都可以做好给你看 你如果用我的人我做得更好 我觉得赖清德还不止于此 如果真的像沈大老讲的 被这样子不败 现在还不败 他没有算败 状况出去选台北市 或者新北市 我觉得这一招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赖清德未来 如果这样子的状况 不是败的状况出去 我觉得他声势大有可闻 对2018的选举 真的会有影响力 所以讲到现在 不觉得还是两个字吗 双戒 所以这个内阁 对我这种老百姓来讲 我无感 你不要用塑料吸管 有没有救到海归 可能还是个问号 但是刚刚讲的碳足迹的增加 反而已经先杀了北京熊 那我认为我们国家 现在推出这样激进的环保政策 其实只是要去做 施政不利的一块遮羞布 刚刚很多人说 在这一波内阁改组名单当中 这两个人还是稳如泰山 一个就是我们的经理部长沈荣金 另外一位就是环保署长李应元 好 那么一路从这个施政逻辑来看 就会发现这一次 当然也是利益良善 出发点是好的 就是一切做环保 一切为了我们地球的永续生存 所以限速我们在年前的时候 扩大限速令已经上入了限制塑胶带 可是在明年开始 在餐厅店内喝饮料 你是没有办法用店家所提供的吸管的 你要么就直接喝 要不然的话就自己带环保吸管 那么目标是在2030年要全面禁用 通通以这些不管是不锈钢吸管 或是玻璃吸管来取代 好 可是不锈钢吸管事实上呢 在国外美国都已经在做 加拿大都有 只是呢以星巴克来说 在2016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四起儿童意外受伤的报告 所以呢就召回了250万只的不锈钢吸管 好 同时也警告消费者 这很危险哦 就不要让孩子使用 确实在这个使用上 可能有刮破嘴巴的风险等等 好 这个危险之外呢 恐怕清洁不太容易吧 对不对 它不是像塑胶带 环保带 我们随身带 这个还比较没有这疑虑 但是呢这个清洁不彻底的话 很容易滋生细菌 那么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说 你当然一切是为了做环保 但是真的环保了吗 会不会故此失彼呢 我在这边呢 有一个相关的数字哦 比如说以这个生产这个 塑胶吸管来讲 它加工200度的排放量来比呢 玻璃吸管700度以上的高温才够 而不锈钢吸管呢 它必须要1200到1400度来讲的话 整个量产这种不锈钢 这种环保吸管到底环不环保 会不会反而是这个温室效应 恶化的更快 静平 我知道现在在台湾 有很多人习惯喝手摇杯 我们手摇杯的这个风气 其实还蛮盛 不像我们一般民众 有时候我们上班族 或是外食族 可能会自己带这个水壶 会装开水喝对不对 那可是那手摇杯的话 你如果要限塑 我觉得减塑跟限塑的政策是对的 就像在画面上看来 那如果你要减塑限塑的话 你知道那个杯子手摇杯 它在这样子转一转 然后摇匀之前 它上面会封起来 那封起来那个上 它有一个封胶机 它封口机 那个也是塑胶 那你要你封起来干嘛 你封起来就是为了让你吸管 像现在我们这个拿着水杯一样 这样子刺进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根本上面就那一层 不要封了 那不要封的话 那消费者就说 那我拿着 我如果要外带的话 我不是剑的一身都是吗 我不是弄的手上都是吗 我是不是让拿着之后 立刻喝掉呢 我们台湾的消费形态 跟国外一般的什么 属于那种店内饮用 那个内用或是外带 那种状况真的是截然不同 国情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会一开始说 你要减塑限塑OK 但是你政府是不是辅导业者 去开始使用或者是开发 现在科技是新愿意 用一种异于分解的材质啊 你不要一直想说 要减少海洋的这个垃圾污染 塑胶污染 把海洋这个清干净 但是你用了这个玻璃 跟这个所谓的金属材质的 所谓讲的环保的吸管 这些等等之类的 你想要把海洋清干净 不要有这个塑胶的污染海洋 不要让以前国外的这个研究 什么黄色小亚 这个漂流了全世界 那问题是 刚刚你讲到的温室效应怎么办 你就不管北极熊啊 你故此思彼啊 你就害死了北极熊啊 你没看到国外之前 还有影片拍到 和照片拍到北极熊去 掏那个玻璃 和那个垃圾金属的东西来吃啊 那你不是还包括这个 它的这个北极圈啊 还有包括它温室效应的这个缩小 它的栖息环境 受到很大的冲击跟影响 你让北极熊怎么办 等等这些都是生态 整个环境 还有我们就包括食物链的 所有大环境的整体的体系完 你要做这个政策的时候 又想说2019年 那就是明年 那2030年全面禁用 大家以后都不要用吸管了 那干脆就是我们以后 都不要喝手摇杯饮料 要不然就是鼓励我们自己民众 拿这个自己的杯子去装 但是有多少民众能够做到 因为我现在在从今年元旦开始 所谓去所谓一般店家 或是面包店 买这个东西啊 买面包或怎么样 他说你要不要这个购物袋 购物袋有的店家自备 你买袋子一块钱 要不然有的就两块钱 你真的是在帮助消费者 帮助店家说 我们要减少塑胶袋 限缩的使用吗 不见得 在我来说 我觉得我是消费者 我被扒一层皮 我会忍痛啦 的确他会有那种效果 警告我说 不要多花一块两块 但是很多人 我看到我前后排队的 这些民众会讲说 好没关系家 我就是要买 管他是一块两块三块 他就是要买 那甚至有人就怀疑说 以后这个会变成店家 他在这个羊毛 出在羊身上嘛 他就故意跟你从两块三块 甚至五块钱 会不会变成他的营业的 这个里面的 家债里面之一呢 不晓得 当然大多数的店家 还是会有比较有良心 属于配合政府的政策 但是这无形中看来 你政策有没有做到呢 当消费者都愿意 好我就是给你花一块两块 甚至你要三块五块 我就跟你买塑胶袋的时候 我觉得你这个政策 就是失败的嘛 你干脆就是把这个塑胶袋 你都不准卖 也都不要用塑胶袋了 你就用纸袋 或者用这个纸袋 那现在有人讲纸袋 也不环保啊 这些所以当这个 这个政策的出台的时候呢 从元旦开始到现在 你的辅导期 你的这个宣导期 然后民众的这个 适合配应期 我到现在看的 还是非常的乱 尤其你很多的这个 小吃摊店家 都还没有办法 全面有效性的这样 我觉得说在台湾 你要实行线索 每年一个周期 我都看到往往这个政策 是跌跌撞撞 对啦 政策是好的 但是你怎么做呢 是不是真的有欠周延啊 刚刚这个靳平提到了 这个塑胶袋的部分 的确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 要买塑胶袋的话 大概都是一块钱 两块钱嘛 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说 哎这一块钱两块钱呢 对这个店家来说 因为顶多一个塑胶袋成本 可能不到一块钱 可是他卖两块钱 这完全最后 这个钱进了谁的口袋 店家自己的口袋 完全变成了他的营收 等于从中呢 就多赚一手 那么甚至呢 环保署还说了 未来呢可能塑胶袋要卖更贵 卖到最贵5块钱都可能 他就是要从源头做起 就是让你会心痛嘛 你就不会再买塑胶袋了 其实我是说 买塑胶袋OK 花这个钱也可以 但是这个钱 是不是最后应该 交给政府才对 我们继续做环保嘛 在这一块有一些 环保相关的作为 而不是最后 搞得好像是怎么样 土利店家一样 其实我觉得政策 基本上它出发点 如果说是为了环保 那包括说减少那个垃圾 减少就是环境的污染 甚至它原来的目的是 就是有人讲说 可能那个塑胶吸管 会伤害海龟 那这些出发点 我觉得都是正确的 但是政策执行的细致度 跟政策执行的方法 就要好好的来看 那我觉得这刚好是 两个不同的问题 以塑胶袋来讲的话 既然其实它增加你成本 是要降低你使用的意愿 这一点是对的 但是呢你降低这使用意愿 增加那个成本 其实应该可以用 我觉得用政府租税的工具 或是怎么样 就是就像刚刚讲 不要变成是 变成业者另外的变相突一 那另外就是 增加一两块钱 到底对大家所谓的那种 减少意愿的程度到多少 我是觉得是 要保持怀疑的 那就变成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本来政策美意 假设不能因此 真的降低大家意愿 有话说到最后 要调高到五块钱 你现在看到很多人都还是照买 对我其实看到很多人都照买 因为他想一块两块 我就买了 拿着麻烦嘛 所以因此 这个就是我们讲 政治执行的细节 那如果要涨得很高的话 那如果你用 租税政策手段的话 我觉得还倒不是不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也只是变相 让店家有更高的营收 是一个问题 但我们刚刚看的吸管 也是同样的 吸管就是刚刚近平 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 那个出发点你可以说对 可是你要去想 台湾的人在使用 所谓的喝饮料的习惯 你看为什么很多是 儿童会意外受伤 你知道 像我们有带不锈免洗的餐具 为什么免洗餐具 没有传出什么造成意外 因为筷子那些 你都发现小朋友 也就是坐在桌上吃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拿的 不锈钢的吸管 或是玻璃的吸管 表面上是环保 可是大家去想 你每个拿吸管 去插在杯子 你是怎么吸的 边走边吸 你知道 跑来跑去喝喝 那一跌倒就可能 就造成意外 所以那个使用习惯不同 就会造成说 你今天到底这个政策 你减少的 所谓的环保上的负担 但你增加了所谓 意外的伤害的可能性 另外刚刚讲说 你也是要让大家 不愿意使用 所谓的塑胶吸管 可是如果说 你的材质本身 容易滋生细菌 不容易清洁的话 大家也就会想说 那我还是宁可 宁可怎么样 所以这你也会 你会减少你的政策的煤 因此关键不是在他出发点 而是关键在执行的细节 我觉得 環保署应该要想得更彻底 对 所以今天也是 妈妈的这个佩君 你有一个这个小朋友 大概四五岁嘛 那怎么办 这个不锈钢吸管 玻璃吸管 如果我开始要给他做这个 环境教育的时候 我可能会跟他 讨论一个迷思 就是环保吸管 真的环保吗 那锈钢吸管不能用的时候 刚刚只会讲到 我们可能替代品 就是玻璃吸管 不锈钢吸管 可是大家知道吗 像是那个不锈钢吸管好了 大部分是用304的不锈钢 这种东西在这个制程上 是非常耗能的 也就是说大量的能源消耗之后 才能做这个钢铁的转换 那换句话说 产品的输出还有产成里面 是非常消耗地球能源的 也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恶化 那这种商品在制造跟运送 其实反而可能会增加碳足迹 所以环保吸管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迷思 再来大家再想一想看 刚刚这个画面上也有看到 请问这个不管是不锈钢的环保吸管 还是玻璃的环保吸管 你要不要清洗 这个清洗的中间这个刷具 是什么做的 十有八九都是塑胶做的 那不也就是塑胶产品吗 所以请大家来好好的想一想 不要被这种 省了这个浪费的那个 对 没有错 而且这个刷具 还不是说一根刷具刷到底 请问你是不是跟牙刷一样 可能一两个礼拜 一两个月也要更换一次 所以也是另类的塑胶的污染 那很多人可能在讲到这个时候 会说我们这个海龟很可怜 在海里面生活 常常被这个塑胶污染 被戳到鼻子 但是重点 并不是在那些塑胶制品 那重点应该放在回收这件事情 今天你回收这件事情 没有做好的话 不管你用什么类型 什么材质的东西 都会伤到生态 你不要用塑胶吸管 有没有救到海龟 可能还是个问号 但是刚刚讲的探足机的增加 反而已经先杀了北极省 那我认为我们 国家现在推出 这样激进的环保政策 其实只是要去做 施政不利的一块遮羞布 让大家转移一个焦点 就像之前空污拿不出方针 拿不出解方来 没有办法对企业 做有效的钳制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人民 火锅吃太多了 烧烤吃太多 再照这个逻辑下去 现在塑胶吸管不能用 那各位可能有一天 回到家里面 打开信箱 发现里面放一把扇子 要叫你说空污太严重的时候 好好扇一扇 大概也不用太意外 我还是觉得 一个政府在提出政策的时候 不能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你看如果有去日本玩的话 大概都很熟悉 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吃 不管是冷的食物 热的食物 生食熟食 都用很多的塑胶袋分开来装 可是他们为什么 没有塑胶污染的问题 因为他们用的是 可生物分解的塑胶袋 所以重点应该要摆在 怎么样去推广使用这种 不会造成污染 可以降低影响的东西 而不是要大家不要去用 更何况是现在政府 建议的这个替代方案 真的有没有 那么的环保吸管 可能大家也要好好想一想 所以山老大 这环保政策 你看起来会觉得 有点蠢吗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 是学我 我是一个习惯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的人 所以我几乎买咖啡 或者买饮料 我从来都会特别交代 不加盖 我喜欢这样喝 我就觉得像用管子 来喝珍珠奶茶 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很不方便的现象 那我今天的看法 跟各位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凡是推动一个正确的政策 比如说减塑 就是 就不要用塑胶原料的这些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 你都要付出一些代价 比如说多一点成本 多花一点钱 或者多一点不方便 但这些克服以后 你再回头看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只要习惯了就好 像我去美国 你看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你看现在几乎 没有人用塑胶袋 你要么就是用纸袋 要么就自己拿 这个不做的袋子去 你完全看不到塑胶袋 那现在你看 我们中午大家出去 买便当的那个塑胶袋 很多 里头那个便当也是塑胶袋 外面那个袋子也是塑胶的 那为什么改不过来 因为我们国人的习惯 就是不容易为一个 看不见利器效果的 一个Common Cause 一个共同的愿景 而来牺牲自己 小小的不方便 何况这种比较有品味的 比较高尚目标的 这种动作 这种政策 我们都不会是全世界 第一个国家做的 所以你要改的时候 你去看看参考人家 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 到底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不方便 你好好修改 那不急也不急的说今年或明年 你等到大家都差不多了 你就一不做二不休 就干脆做得很彻底 那不是很漂亮吧 我觉得我们台湾很多事情 其实都慢人家一步 都学人 那学又学得不好 因为怕 因为怕人家骂 所以这个坏习惯 真的要改过来 但店你怎么让我足够 那你怎么让我足够 你就按这个方向走就对了 我认为现在台湾 已经提不出第二种方法了 你民进党还在 还在把你的神主牌 供在那个地方 然后把所有人的脖子都掐着 我们一起 我想我没办法跟你一起 新闻快日线千惠画重点 这段期间的国际焦点 当然就放在平昌冬奥 很快的25号就要闭幕了 那么当然在这段期间 我们看到了北韩拉拉队美女们 出境风头 而竞技场边呢 这是日本媒体捕捉到的这一幕 一名北韩拉拉队员呢 情不自禁的为美国选手 鼓掌加油 结果身边的这个队友呢 吓得立刻用手肘轻轻的撞他 提醒他不要再拍了 那么网友纷纷为他捏把冷汗 这个担心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了 因为我们知道 拉拉队每一次献身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种戴着口罩的 北韩特勤人员贴身 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而说到这个冬奥舞台 北韩几乎是要宣兵夺主了 来看到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出席 开幕式的时候想尽尊荣 三天下来南韩砸 重金2亿4千万韩元 大约700万的台币花在他身上 而接下来闭幕式呢 还会继续撒钱招待北韩代表 以及美国的第一千金伊凡卡 而我们知道伊凡卡已经到了 他是美国冬奥代表团的团长 所以青瓦团方面呢 也会把握机会透过伊凡卡 来影响美国的两韩政策 平常冬奥唱片意外捕捉到北韩拉拉队员 竟然在替美国选手拍手打气 双人兵舞项目中 坐在左上方的一名北韩拉拉队员 疑似看得太投入 情不自禁为美国队拍起手来 还露出甜美微笑 其他队员各个面无表情 正经为座 坐在旁边的队员 吓得马上用手肘 情形撞他及时制止 拍拖手的少女才赶紧放下手 装没事 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为她捏了把冷汗 担心她回北韩后会不会因此受罚 美国第一千金伊凡卡 23号下午抵达首尔后 将会看比赛出席闭幕式 将接受国家元首及礼遇 而北韩也将派出强硬派 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 代表出席闭幕仪式 她曾主导2010年的严平岛炮击案 也是媚汉制裁对象 前几天南韩接待金正恩包妹 金与正参加开幕式 给她吃大餐助五星级交通费全包 花费金额两亿四千万韩元 约七百万台币 这次闭幕仪式势必也要花大钱 招待伊凡卡和北韩代表了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轴呢 是锁定在这个内阁人士改组 那当然换哪些人哪些人没换呢 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 好只是呢 这一位经济部长沈容金 事实上呢 台湾民众呢 对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想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台湾供电系统到现在 让我们天天都心惊胆战 因为可能是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些数字 所以我越看越觉得蛮可怕的 比如说来看看 这个台中电厂的六号机 协和电厂一号机呢 故障停摆了 所以现在这个倍转容量呢 降到两个星期以来的新低 大概是6.58%左右 那么事实上在 22号左右吧 就是一开工的时候呢 包括了我们带你来看到 这个和平电厂呢 也破管 那么说到这个和平电厂 事实上它不是才刚刚 税休结束 税休完毕吗 怎么又破管 好所以这个电力吃紧的情况 让我们真的觉得很不乐观 那么甚至包括了 我看到在这个月已经出现了四颗橘灯了 所以我们怎么相信金部长沈容金的话 他居然是拍胸脯的说呢 在今年的重点就是 电力稳定为首要 这边请教有志 甚至这个沈部长还开出了一个数字 他说希望达到这个倍转容量率15% 我们当然要相信他 因为你知道人 七年刚过嘛 通常人家会说 马千惠你过年的时候要不要许个愿望啊 我希望明年能够身体健康 那表示什么 因为你去年身体不健康 你会说我明年要赚大钱 希望我的那个负债能够少一点 那表示什么 去年负债 他今年会选三大重点工作是 电力稳定为首要 表示 今年电力一定不稳定了 他已经知道不会稳定了 所以你要相信他 但是这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恐不恐怖 很恐怖 我不管你内阁怎么换 那是你家的事 我刚讲过跟我无关嘛 我是在过日子的 我在过生活的 不管刚刚讲的那个塑胶 那个吸管 还是现在的电力 你只要让我老百姓日子过得下去 我就挺你 我就支持你 很简单 对我们现在做伙伴来说 就是很简单 可是我今天看到这样子的数字 跟这样的标题 对我来讲我就是怕 因为我知道今天电力一定不够了 电力不够影响了我是什么 一大堆 包括我早上起来 是不是要那个电 是不是要赶快关掉 是不是我今天 今年的夏天 我不用吹冷气了 我没有 我是不是又要跟前几年一样 开始限电 不用吹冷气影响是什么 我家如果有baby的 是不是会烧 是不是会烧 是不是要帮小孩子散热 这种小小的问题 大到我要开一家电 我要开一个工厂 我电力是不是不够了 我今年要答应客户 要出货的量 本来1000噸了 是不是剩200噸 那200噸就少了800噸 我少了这个数字 我要不要养那么多员工 千万知道这有多可怕 不但你说每天看这个数字 你会怕 你说因为自己怕 我们是已经怕到 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 这个才是最恐怖的 你一个经济部长 已经许出这样的愿望 你只是许愿 能不能答愿 那还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不如 你真的就检讨怎么办好了 不要许愿 真的不要许愿 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办 如果这个方法是对的 哪怕是吸管 就像刚刚沈大老讲的话 我百分之百无法回他 就是因为 就是对的事情嘛 不要讨论 那电你怎么让我足够 没有讨论 不用讨论的 这是一定的嘛 那你怎么让我足够 你就按这个方向去走就对了 我认为现在台湾 已经提不出第二种方法了 你民进党还在 还在把你的省主牌 供在那个地方 然后把所有人的脖子都掐着 我们一起 我想我没办法跟你一起 因为我小 我刚才要不要再讲一次 从我小孩子的BR 大到一家工厂 我都已经没办法做下去了 你叫我跟你一起掐着脖子 我做不到 如果真的一定要限电 那你有没有别的方法 不要让我日子过得那么苦 有 如果有你就走回头路嘛 我也不会怪你 我真的不会怪你 你就算有人说 如果说你把夹彎 就说你怎么样 我挺你嘛 因为你让我老百姓过好日子 可是你不肯 你只是告诉我们 三大重点工作中 电力稳定为首要 还在许愿 你还在跟我讲说 火力发电 什么新能源发电 是让你重要的 继续再做下去 然后我们继续再苦一年 再苦两年 再苦三年 我没办法跟你一起耗下去 如果民进党政府 你认定 今年你的血液欲望 最大是这个 麻烦法夹彎 核电你要用 就赶快给我用 也露出一些端倪了 就是三屯的许愿而已吗 还是说真的有绝招 好我们看到这个核二厂的二号机要启用 而且呢 这个2月5号行政院原能会呢 接受的台电重启的申请受到了 好那么很罕见的破天荒 春节期间加班耶 连续六天都在赶工审查 好所以敬虎我们看到 这个可以解释说 这是我们的省部长呢 这么有信心拍胸脯的一个原因之一吗 重启核电了 他们开始在算那个 到底现在缺电160万千瓦 然后等到2月5号申请的这个 到3月5号 他们加快审查脚步这个进度之后 是不是又可以增加了 比如说170万 180万甚至250万千瓦 就开始在斤斤计较于这个数字 就如同我们常常听到 倍转容量的这个 它的一个这个容量率啊 从6.58% 6%以上 然后二月的时候 一度降到了4%多 然后降到了历史新低啊 这丢不丢人啊 省部长你才 这个是才减几天 开工没多久的做一个喊话 如同有志讲的 他是一个许愿 新年的一个许愿 许完愿 所以真的不是有招 真的不是有绝招 真的是 好啦 就算他们说没有招 或是没套好 许完愿就如同 刚刚千瓦你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和平电场才睡修完就跳机了 重重的打脸你省容金 所以我觉得宁可你不要许愿好了 你一许愿好像就完全就破功了 一许愿就出事 那好像就是这个乌鸦嘴一样 所以其实他会讲到这个 等到3月4月啊 又加入了这个台中电厂 修好了之后和平电厂 和平电厂还是民营电厂 现在台电虽然不断的 去跟他去做一个沟通 但是你看到台中电厂6号机 协和电厂1号机 再加上这个和平电厂 他的一个这个故障的 这个停摆的状况 这现在是冬天耶 我们现在冬天就要碰到 这种夏天才会面临的危机 我们觉得是莫名其妙的 那等到真的夏天来的时候怎么办 你现在都已经亮 不只是黄灯 你现在亮橘灯了 都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亮警戒了 那你到了夏天不是天天就是红灯 天天就是开始我们要限电了 其实这些所有的困境 坦白讲 哪一九几年前都讲 他早就预言 这真的关乎说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有没有勇气说真话 当你没有勇气说真话 蔡英文就会面对今天这种状况 我呼应刚刚其实有志有提到的 你是不是就像2月5号申请的 这个核2号机它的重新启用核能二厂 它的这个2号机 那如果是这样的 你的政策是不是重新回到了 核能的这个能源上面的配比 而不是你光是一直喊 2025年一个非核家园 你就这样怎么样 你要我们一直限电下去 你要我们胆战心惊 像走钢索一样 民众连右电都要 民众大概也没想到 不会想那么多啦 除非台电你再用更多的怎么优惠啊 让大家什么 可以在这个电费单上 怎么样的一个节省 之前不是几百块那种措施 民众都不会想那么多 用电的时候更何况是企业 更何况是工商行业 你面对工商业一直讲五缺 五缺其中有一个缺 就是很重要缺电 你要怎么办 你是不是你的能源政策 跟用电的这样一个方式 你要整体的这个思考 我们不能一直等这个 离岸风力发电啦 我们一直不能等这个 整个能源发电 太阳能板 每个家里屋顶 装这个能源 太阳能板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侧爱政府 值得他思考的 究竟你要省主牌 还是要我们生活的不便 对 所以之前有没有 会可能吗 他回头路重启核电 我就说说好的用爱发电 对 其实这些所有的困境 坦白讲 马英九几年前都讲了 他早就预言了 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这真的关乎说 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有没有勇气说真话 当你没有勇气说真话 蔡英文就会面对 今天这种状况 在 我曾经在马英九 那时候他在全国 都在反核的时候 对不对 什么用爱发电 民进党也开始 一天到晚站出来反核 蔡英文要非核家园 那时候舆论沸腾 马英九很紧张 因为我们在总统府 每天看的台电的 经济部的报告 就告诉你这样子 蔡英文这种搞法 台湾一定会缺电 然后接下来面对 就是空污的问题 面对就是产业 供电不稳的问题 甚至电价调涨的问题 这些所有东西 就是刚刚有志讲的 那些名声全部都要受到波动 那是很严重的后果 可是呢 那个时候 台电出来讲 被大家骂 台电常电 台电说谎 经济部出来讲 经济部说谎 经济部长电 那行政院出来讲也不行 就马英九就说 他这样下去不行 我要出来讲 他自己出来讲 他就问我 我跟他讲说 你千万不要出来讲 你出来讲 先让行政院去讲 可是马总统怎么样 他最后还是决定要出来讲 他跟我讲了两次 我都挡他 第三次他直接跳过我 跑去找总统府发言 说你去发脸书 搞直接发了 府发言过来问我说 怎么办一定会被骂 我说总统决定说实话 要出来挨骂 这是他的决定 就让他被骂 可是我今天回头出来 他今天说哪句不是实话 你被载容量 他那时候跟大家讲 被载容量就是要15%